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預言又集 Dodo 大家好 我是梅子佛路咪 今天是讓我們實況的是紐區人 那上一集 發展被紐區人襲擊了 然後找了他很久 那接下來我們的目的應該是 我記得拼圖的碎片應該都已經修集完成了 所以我們就去把拼圖給收 打開幕箱子 拼圖全部有 YALFIN 可以盤什麼單字呢 從左邊開始放請選擇拼圖 很美好的單字 FY FYALFIN FYALFIN N L Y Y Family 家人 有了 金庫的鑰匙 Family果然是一個很美好的單字 說這個就金庫 獲得左輪手槍跟手槍子彈 這為什麼醫生要左輪手槍啊 雖然說這確實是一個不被常用的東西 然後再來我要去哪裡 喔 怎麼了 喔 又是扭曲人 煩欸 大衛哥哥 呃 怪 怪物 大 大衛哥哥 救救我 可惡在怪物 還沒得到教訓 Ruffy 快過來這裡 不要 怪物好可怕 好可怕 走開 不要靠近怪物 喔 又跑掉了 要趕快追上他 這裡 又跑哪裡去了 喔 Ruf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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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討厭 走開啊 大衛哥哥 救救我 Puffy趕快過來這裡 不要靠近那傢伙 不要走開欸 大衛哥哥救救我 可惡就想攻擊Puffy嗎 為什麼 Puffy聽好 覺得不要被那傢伙抓到 快逃走 我來收拾他 喔 記錄 所以我現在要 你 你 我... 我...我打到Fuffy了嗎 我打到Fuffy了嗎 我打到Fuffy了 對不起 我槍保有點爛 你不要亂跑啊你 真的是 討厭鬼 你不要亂跑啊 不是 我打到Fuffy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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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上 我打到F 지 啊 明明我一直一直努力 想要快點回家 為什麼媽不來接我 媽媽討厭我嗎 Fuffy 媽媽討厭我 所以不來接我 我是沒人要的小孩 Fuffy不對 不是那樣的 不是 絕對不是 不是那樣的 你 你 我要去警察叔叔 我要去警察叔叔那裡 欸 是嗎我知道了那我們一起去吧 不用我 我自己一個人可以去警察叔叔那 Fuffy不行這麼晚只有你一個人 我很堅強一個人也沒問題的 就算媽媽不在一個人也沒問題的 就算媽媽不在我也不會哭 等一下 Fuffy 頭又要裂開了 Fuffy 走掉了 一個人走掉了嗎 不是那樣的Fuffy 你的媽絕對不是討厭你 你 只是無法相信你的媽媽 我到底在做什麼 貼在我們廢墟裡 找著見都沒見過的男人 回家吧 這樣下去沒有意義 什麼都不會改變 喔回去了 好吧 先進 欸不能記錄 喔可以 嚇死了我想說不能記錄 我 好 好像 到頭了就 白忙一搶 回去了回去了 說功了 說功了 什麼 什麼 聲音 好像女 女人的聲音 然後說是Fuffy的母親 上來見Fuffy了 太好了 Fuffy一定是跟媽媽走丟了 聲音是從門前大樓傳來的 去看看吧 不是啊 剛剛經過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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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找著 真的是 這裡嗎 喔找到了 為什麼還在這種地方啊 這是 停靈間之類的吧 誰 誰在那裡 嗯 喂 是誰 嗯 媽媽 大衛 為什麼要丟下我 不 不對 媽媽不可能會在這裡 我討厭醫院 我們是家人 卻把我丟下太過分了 不對 媽媽明生病了 所以 所以就丟下我了嗎 明就是家人 卻嫌棄我了 不對 不對不對 喔 你是誰 媽媽根本不可能在這裡 家人媽的樣子 到底有什麼目的 好痛苦啊 大威 跟那時候一樣的 又要殺掉我嗎 到底什麼意思 那時候好痛苦啊 大威 我真的覺得大威真的是 整個就是扭曲 他才是扭曲人吧 大威 我真的覺得大威真的是 整個就是扭曲 他才是扭曲人吧 大威 爸爸已經離開家很久了 你忘了 你忘了 閉嘴可疑家伙 像一丈人我根本不認識 我叫警察來 你給我做好覺悟 算了吧 人家說你已經要到吃蛋的年紀了 拜託今天就休息好嗎 我工作已經夠累了 如果覺得我很厭煩的話 就早點刷 跑死了給我閉嘴可疑的家伙 你以為我認識你嗎 給我滾出去 住手 到底為什麼要這樣說 我做什麼事情 有讓你不愉快的事嗎 那樣的話就直接說啊 不要裝作發瘋的樣子來耍我 拜託清醒一點媽媽 被嘴 我才不是你媽 我不認識你 快點消失 已經夠了 喔 這 所以大衛是 是 是 殺人犯 來人有殺人犯 大衛 喂 你在做什麼 喂 住手啊 手放開 你會殺到伯母 天啊 所以大衛真的是 母親生病了 然後心力求催 好像是腦瘤 腦部刷相當程度的壓迫 性格突然奏變 暴力 粗暴傾向 失去記憶等等 腦病變得前兆很多 不要 不是你的錯 不要在意 跟家人不合 在心理諮詢做面談的契機 而發現了 家人生病 這種床管是有的 或許我不該說這些 但這種事情是 時常發生 如果能早一點注意到的話 回到你母親的事上面吧 你的母親身體常常虛弱 這樣的話 進行首度前 必須暫時觀察 姑且先讓她辦理住院吧 根據你母親的健康狀況 再決定是否要手術 希望時間不會拖太久 請你要常來探望她 即使她好像不認識你了 她也是你的家人 不對 已經不是家人了 已經不能稱作是家人了 如果我沒被阻止的話 我就會那樣把媽媽給 就算媽媽生病 我也不能被原諒 我自己內心確實有憎恨 把媽媽氣而不顧 丟在醫院也是事實 你明是唯一的家人 爸爸走了之後 一個人把我養大 我卻把撞了家人 我的願望 一直也都沒有實現過 夢想 戀愛 甚至家族 全部都扭曲了 沒有一個能夠正正當當的獲得 我到底在做什麼 我到底在找什麼 即使不找也已經十分明顯了 不是嗎 從 打從一開始就走一個方法 喔 結束了 結束了 記錄記錄記錄 就是長了一集 好啦 那我們就先到這邊結束囉 這一集真的是 大衛的內心戲好多 整個煎熬 那我們就已經到這邊結束了 希望各位觀眾喜歡和喜歡我的影片 如果你的影片還不錯的話 可以點影片下方點個喜歡 希望接收到這次的影片資訊 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有任何意見歡迎留言下方的評論榜 謝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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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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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